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曾经是高雄港督小姐 她是很多花系列当中的 那个最坏的女生 让人咬牙切齿 让很多观众入戏入道 真的会送她一些 不是很好的礼物 然后呢 再来就是她结婚之后 她是一位小妇人 但是她又是一个非常严格 但是带来了很多温柔的好妈妈 欢迎今天的来宾 崔佩依 耶 你好 佩依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把我说得那么好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你真的很棒啊 没有没有 你要不要听 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你知道 非常有智慧 然后又非常漂亮 有自信的 然后又嫁到豪门 又生了一个这么棒的儿子 你知道你才是我羡慕的对象 然后我一辈子都做不到 像你这么有智慧的女人 哪有 真的 不不不不 那个 我先生现在如果有在听 他一定一直摇头 一直摇头 一直摇头 好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我觉得我们有蛮多共同点的 对 我首先讲就是 当然我们都是妈妈 可是我们都是独子的妈妈 所以在这一个心情上面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分享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也都是来自算蛮严格的 家庭教育的小孩 对 你是独生女 对 好 那我是有姐姐跟弟弟 可是呢 就是说有很多比较传统的一些思想 还是盖在我们的头上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跟先生 都是所谓的远距离 对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个就可以聊不完了 嗯 好 那我觉得很多听众 其实应该对于 三母先生 Sam 很熟悉 对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二十 二十几年 二十三 一九九九年人 是的 OK 对 然后你们后来的 你们交往 我才觉得就是 另类的那个 所谓的Cinderella story 就是那个灰姑娘 或者是那种 童话故事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已经不相信 缘分 缘分 或者是说 哦 我们我们也讨论过嘛 就是分手以后 还要不要再复合 对 对不对 然后究竟是不是 要去让那个 所谓的命运带着你 然后类似种种 对 我跟你讲 虽然这个故事 可能你听过 我想 你可不可以 今天再跟我们讲一下 你当初怎么认识 你的老公 对 那个时候是 一九九九年的 八月二十三号 然后贺博台风 那时候我正在拍 《君子兰华》 有图善 你孙鹏 然后我一阵 还有杨庆皇 那天实在是 我们在洋梅 打雷下雨 实在太大的风雨了 没有办法收音 导演就说 因为我们那个是 每个礼拜六要播的 所以是每天要立即拍的 没有办法收音了 那就收工了 我在高速公路上 那个狂风暴雨 那个雨刷很大 然后我高中同学呢 就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们全班都结婚了 就 就剩你了 我没嫁出去 还没嫁 他说你眼光不要 长在头顶上 那我老公有一个客户 看起来还不错 他说要帮你介绍 我说 OK 介绍 不要浪费我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自己会赚钱 我也没 那时候35岁36 根本没想到要结婚 我说不用浪费我时间 今天台风天 如果条件不符合 真的我不会去 他说就约在凯约饭店 你来一下 反正试试看 然后他说 他不会讲中文 我说 我说我不会讲英文 他说我们可以 夫妻两个当翻译官 我说好 就去了 那我就穿了一套 选六的露背装 你还穿露 等一下 因为相亲嘛 所以你有认真 我觉得佩姨 最可爱的地方 就是你常常让我觉得呢 因为当然我是从戏剧当中 开始先认识嘛 就觉得你很狠 然后讲话 所谓的狠的意思 坑腔有力 然后呢 就是很直接表达你的看法 我是这种人 对 那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你也有这种 很豪爽的个性 然后你就直接说 不要浪费我时间 然后可是 听起来感觉你没有兴趣 但是你却穿露背装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他长什么样啊 说不定真的是Mr. Right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听了 五四三而已 几十部连续剧 我真的累了 我想嫁人了 也有这个思考 想要找一个肩膀靠 所以你很有诚意就对了 我就去了 露背装 就后来呢 我就在lobby 然后他就下来 那个我老公啊 穿个短裤 牛仔短裤 穿一个格子的 不帅 就可爱 然后戴一个那个 什么 Costco的那种眼镜 戴一个电子表 然后呢 穿一个童装鞋 又类似童装 因为他个子很矮 我那样穿个高跟鞋 我一看以后 那下什么是童装鞋 就是不用系鞋 就很可爱 好可爱 那我差点从沙发上 跌到椅子下面 因为他完全不是 我喜欢的 因为我比他还高 我年龄比他大 我就看我同学 我说你是干什么 我就跟你讲 我喜欢理查及人 那种成熟稳重 因为我从小没有爸爸 爸妈离婚 所以我喜欢 年纪比我大 然后很成熟 然后能够教我很多东西的 可是这位Sam先生 感觉好像是 我完全没有这个 Hello 脚毛这样 然后就跟他认识以后 天哪 每一句话都要我同学翻译 你知道 我就会觉得 你一句都听不懂吗 他讲英文吗 我听得懂 可是我没有办法 把那些话连串在一起 OK 好好 就是一些单字啦 因为我好像曾经听你先生说 你好像对于念书过敏 类似这种 像你看我 那时候他跟他谈恋爱 后来慢慢谈恋爱 他问我 然后你在做什么 就是我听得懂 我说我在开车嘛 我说open car 开车 开车 open car 开是open car 是车 好 然后你在哪里 我说火车站 我也不知道 我说station 所以我是这样的沟通 然后有一次 我早上很早在起来 在化妆 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我说 I know 化妆是make up make up 对 我说make love 你这样跟人家make love OK好 他说 他说我说 你没听懂吗 对 他在化妆 化妆讲成作爱 对 没错 很好 然后他说你在哪里 我说my bedroom 他说你跟谁 我说only one啊 make love 我还没有醒来 因为那时候还要演闽南语 对 所以我真的 所以就闹出很多荒唐的事 那时候手机也不能视讯吗 那时候一个月 他打电话给我 大概七万五千 七万五千块台币 这么贵的长途电话 是那种摩托诺 小的那种 我知道以前 以前对 以前都是长途电话 然后他写给我的情书 是传真来 热的 然后都是英文的 他写情书哦 当然 好 那你怎么去翻译他的情书 我的助理 他会英文 他就一句一句翻给我听 然后我再讲成中文 我的助理在写 然后回家再传真 会不会助理就爱上了 你们两个人 两面的情书 都是助理在写 他才fall in love 然后后来 结果我就发觉 我很累 因为他每一次坐飞 每个礼拜 从德国飞过来哦 然后他远远的 帮我搬那个导演 那个演员椅子 然后人家都说 那个是谁 我说是助理的男朋友 你不愿意承认 他是男友 我手也没牵过 嘴也没亲过 然后就每一次来 然后每一次问你 你就在跟别人make love 他还不断的来找你 嗯这是真爱 好 对啊 后来交往三个月 我真的觉得太累了 因为感觉 他是什么人 我也没时间了解他 他是不是来骗钱的 凭良心讲 因为他也很耐心的 在片场陪你一起拍戏 对 然后拍完 他就又坐飞机回德国 他钱全部砸在追我身上 对 那 后来我就说拜拜 那时候我英文就变很好 他说他要 I want to die 我说 You die who care You die啊 你那时候没有对他有好感吗 他都已经这样子 可是问题 我水瓶座会很清醒的告诉我 这不适合我 因为 我现在 我懂啊 其实 语言都不通啊 语言不通也无法沟通 然后很多该讲的细节 也都说不出来 你有带他给妈妈看吗 那时候根本没有 我们根本都没有上传过 就是 不是 牵手牵手 对不起 对不起 太迟了 太迟吧 还没有一起化过妆 对 所以就 就觉得不适合就快刀斩乱嘛 可是他可能用情很深 人家这样子 对啊 可是我觉得就不适合 飞这么远 因为连语言都不通 你不觉得很累吗 然后他又比我年纪小 又个子比我爱 然后我在台湾 也不是没有人追我 有 对 这个我晓得 所以后来 就知道 你怎么跟他说分手 Needs No Bingo No Bingo 对 语言不能Bingo 对 然后说 就是 你们的号码不同 对 对 No One Line 不可以连成一条线 现在有视讯 你还可以看到表情 以前是真的 我觉得跟你讲话 我已经很累了 我在拍戏空档 你叮叮叮叮叮 我还要讲闽南语 还要背台词 而且我不是只有八点 然后晚上还要去九点半 是通宵这样赚钱的 对啊 那我就觉得不适合 赶快画下句点 所以你在电话里头 他远在德国 对 他就说他要来台湾 要跳楼 我都听得懂了 对 那个时候 突然都懂了 然后我就说 他讲跳楼 我就跟他讲 You die Who care No care 对 坏话都学得特别坏 跟你讲 这是学语言的最重要的 他拿我的照片 就射飞镳 生气 Bad girl Bad girl 台湾Bad girl 这样 是不太好 对 后来我哪有不好 不是 对他来讲 因为我们都是 生儿子的妈妈 所以这样子看到儿子 就像他妈妈 如果看到儿子失恋 一定会很心疼 对 还有这么用心 后来我隔年 就是1999 等一下 我把Sam当我儿子 也可以了 OK好 继续 对 后来隔年 就我换了电话 然后他也走出来 然后他就到 在德国的时候 我刚好上那个 黄金传奇 就是曾国城节目 到德国去 然后罗腾古堡 我永远记得 2000年的11月11号 对 然后 几号 几月几号 2000 1111 11月11号 好 这个 这个 1111 好 先进广告 好 可是真的 我水瓶座很清醒 觉得不适合 你应该有喜欢他一点 有 但是喜欢跟 真的要不要在一起 因为我已经三十几岁了 我很理智了 水瓶座这时候很理智 看来那三个月 看你拍戏那三个月 他是每个礼拜这样 可是他有没有 类似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来 每个礼拜来 他真的能睡觉都是在飞机上 我管他 好 我什么 OK 不是只有他一个啊 很多人追我啊 不适合就不要放感情下去了 我又没有请到他自己来片场 可是他会不会跟你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 可以进来可以进来 你可以坐在里面啊 他会写 写给我 但是都是我的助理 对啊 你助理有没有说这个人真的不错 还是说不定是助理爱上了他 助理爱上了他 对不对 其实 我老公那时候是小职员 他不是 非常小的小职员 那时候都很年轻啊 那时候都很年轻啊 可是我那时候已经两栋房子了 我自己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好好好 所以他人家来骗我 你又怀疑他在来骗我 我也怕啊 骗色骗情 他不像啊 我也不知道 他其实不像哎 所以你会认为他是这样的 他会看到我会同手同跳走路的 紧张 因为有我看过他 他有讲说你真的就是完全杀到他 他说太漂亮 他说没有这么多 哪有没有 可是是漂亮是美啊 你是美女啊 没有没有没有 他反正他就是倾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谁知 我觉得有一直到现在我觉得都对 因为我是一个不会去抓住人家的 不会 我不会抓人家死不放 我是很潇洒 我是很潇洒 个性 因为可能是我家庭吧 阿沙利 对阿沙利 很好 合着来不合 祝福 拜拜 山东妈妈带大的小孩 你儿子我在那个机场也是这样四行 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眼泪 就心里上我自己不会转机 自己什么都不会哭啊 不过让我儿子跟老公看到 你那一段我看到你那时候像po 然后你老公帮你拍 然后你累水累 小姐我都哭 所以我这时候不是打给你吗 因为儿子从来没离开过我 从来没离开过 本来就是是你没有离开过他 但是我唯一就是说 我说谢谢你 给我这一个儿子 然后让我知道我晚年我为谁而活 因为有个孩子 你会要自己告诉自己 我要好好的活 有个目标 没有他就没有 对 没有这个孩子 我可能也许今天又不一样 对不对 感恩他 你没回来的 你最爱的 真好棒 真好棒 欢迎收听 哎我说到哪里了 我是代班主持人高一萍 所以刚才的佩姨 哎你说到哪里了 我跟你说 他说到了那个就是 一一一一 那个是 对两千年 那个是 那个是光棍节耶 对 可是就是我不骗 就很像韩剧 或者演电影 就我一下巴士车子 他刚好从我 这样子 我们俩擦肩而过 然后他停下来 我停下来 回头 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会说 哎 培姨 这样他配姨 这样子 他叫我培姨 你刚刚讲培姨 我也有听懂 韩国人叫培姨 对 后来我们鸡皮疙瘩就出来 刚好在那个中 罗藤古堡的中下 所以看得到 他就当当当当 我们就觉得 然后从那天开始 好像是结婚的钟声响起 好继续 就会觉得世界这么大 就完全没有联络 又再次碰到 然后他就 他开始就不晚了 就一路跟着我节目 这样看 远远的看着我 就一直跟着我 然后 我就说 你就一直用你的余光 没有 我完全没有care他 你也没有 还没有care人家 还是没有 后来他就说 可不可以有这个荣幸 因为中午有放饭时间 他说请我喝个咖啡 我说好 那边有一个 一百多年的 一个咖啡厅 我就陪他 他就说 隔壁有卖小熊熊 你要不要买一个小熊熊 然后他就看我手机 好像觉得 我好像没男朋友 他怎么看得出来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看出来 他就觉得 问我有没有boyfriend 我说no 然后后来 他就说 他就到隔壁 那我觉得 那我就相信缘分了 你知道 因为完全没有 然后 就我就看到一个小熊熊 上面有一个写一个 I love you 这样 我说就是这个 我买一个好小的小熊熊 他马上就去买单 你知道 从那个时候 这一只小熊熊 现在还在我的 那个床头上 然后从 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送我到机场 然后胡佩莲还说 他是谁啊 那时候还有胡佩莲 对 我说 就是朋友 你之前说 他在片场 他是谁 你助理的男朋友 男朋友 对 但是那个时候 他说 他一直希望我留在德国 不要跟那个剧组 飞回去 脱队 留下来 对啊 那时候他在西门子工作 后来 我就飞回来 一回家 打开 然后我妈说 诶 那个Sam又送金沙 然后那个玫瑰花 九十九朵 他就写 Forever love you Stand by 等你的男人 Stand by you 你英文真的进步很多 吃他口水 总要会一点英文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 就觉得 我可能遇到我的真爱 就那个时候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没有那么认真拍戏了 他到韩国 我就到韩国 他到北京 我就到北京 他到日本 我就飞到日本 他出差 对 我就跟着他 就浪迹天涯 然后他在明 我会想要嫁给他的是 我在明古屋 那天我穿了一个 然后马靴 走着走着 我脚好痛 我刚才讲 My foot 我也不知道痛怎么讲 他就帮我拖起来 对 他就这样揉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心里想 哇 这一辈子没有男人 帮我揉脚 他不嫌我脚臭 他就说叫我坐在那里 他觉得香 香 他就说叫我坐在那里 他去帮我买鞋子 然后在日本 他就问我要什么 我说圆头的 平底的 然后把他说你这双鞋 可不可以给我 我坐taxi去买 要什么颜色 他就比大小啊 对 然后就买了一双 像保龄球那种鞋子 咖啡的带 可以配我身上那一天 我穿米色 搭配 对 后来那时候 那个风这样吹着 后来说 崔佩宜 名利你都有了 真爱 一生也许错过了 就没有了 后来我就跟他讲 他回来的时候说 I want Mary 你跟他讲 对 他说 他就很高兴 他说 因为很快 你知道水瓶座的人 对 他就吓到 你知道吗 我说 我可以看到 这样可能在发生 吓呆了 好开心 好大人喔 但是我说 But today Tiffany Bring 他说 他就又很理智了 金山 很贵 税 我说 对 日本的都比较贵 对贵 他说 Tiffany是美国的 我说 Today I have feeling maybe tomorrow I have no feeling marry 我说 Today You buy no buy 就你买还是不买 You buy marry no buy no marry 对 后来就带着 我就 我就挑一个 真的 我就挑一个最便宜的 好啦 对对对 然后他就订了一个餐厅 就这样啊 真好 就这样 我们就这样浪漫的爱情 爱情 后来还是没有结婚 我只跟妈妈讲说 妈妈 我订 我只敢 要不然会被我妈打死 自己决定终身 决定他 然后我妈说 你不要后悔喔 嗯 你不要后悔 我说 应该不会 嗯 妈我真的累了 我养家 我想停下脚步 后来 我们那时候就到北京去 那次还遇到图善妮 对在机场 然后那次就怀孕 怀贝克雨 就这样让我有勇气 就是这个男人 结婚了 就结婚了 OK 二十多年前的故事 对 现在讲起来 我还是觉得好津津乐道 非常有味 是你的爱情故事 我都觉得好幸福喔 对呀 不期而遇 然后就是真的缘分 把你们牵到一起 对就是缘分 OK 你们还会就地 重游吗 回去德国 德国好像 她也忙 我之前都在家 相互教职 好 然后接下来跳到的就是呢 因为为什么我跟 佩怡聊得很那个 很心有灵犀 就是因为 贝克雨去年 二零二二年年初 对 然后就去美国念书了 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就在想说 哇塞 妈妈跟儿子 行影不离了十八年 然后说放手 怎么可能放得了手 OK 我们待会继续来聊 各位好 我是第一阶 王伟福 我在爱来 今天晚上要干嘛 你在笑 你在笑什么 今天我宣下车 好 好好 还是要相信爱情 可是婚姻走下来 就是有美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看像她长期在国外 你也是你老公 就是还是有很多的 会很羡慕 人家可以天天 就偶尔 sometimes 可是我真的很好奇 天天在一起的幸福吗 其实不会 对 我有在想 然后以我们的个性 其实我们都是属于独立的 对 很独立 所以真的每一天都要在一起大演 邓小远的时候 说不定他们会羡慕我们 我没有办法听男人指使我 要这样指使我那样 因为我是从小就很有自己想法的女孩 这是真的 不然我怎么可能在演艺圈 可以混那么久 他是真的碰到了这个客信 因为韩国男人 他非常大男人 他是非常大男人 对啊 对 可是他遇到你 他就是 算他谁 对 也不是谁 他都是笑的 可是问题 没有他也会发脾气 也会 他笑发脾气的时候 我就不讲话 可是问题是 就是 娶到这种老婆没有不好 什么东西打理好 小孩带得很好 不用让他操 回来 什么东西都不用管 我就像个姐姐 什么都帮他打理好 他只要充事业就好 差三岁 有三岁吗 嗯 你觉得OK哦 我在做人处事方面 有教他很多 他听 他听 他中文变好好 因为我英文还蛮烂 可是重点是 对啊 他那天他讲 他说好像 对 他那天就让他来学好了 对 他中文好好 可是他那天就讲 你那么笨 然后现在 也是很伤我 可是后来我就讲 我就是那么笨 真的吗 对啊 我就是那么笨 你管我 你原谅他了吗 原谅他 一下就原谅他了 他飞机票订好就好了 就不要生气了 他就是爱我 七月份去 儿子 我七月 七月十九号 我们就去两个人去西亚图 好浪漫的 而且我看你每次看他拍照啊 都会搂搂着 然后等你还走光了 因为我的亲人都走光了啊 妈妈爸爸都走啊 他是你的亲人 遗憾没有 他也对我很好 珍惜吧 珍惜 再过二十年 不过一万天 就拜拜的 对不对 很快啊 不是吗 三百六十五 我还不知道 我能不能活到八十岁 三千年 三十七 不是吗 对啊 一万天有三十年 我现在五八了 三十年了 现在可以活到一百二 我不要 我不要混沫了 我不要 我不要 哎 我说到哪里了 OK 代班主持人高一平我也 然后请来的是好朋友崔佩怡 现在就接下来的这一段 是很多妈妈 我不能说很多 我觉得几乎每个妈妈都会遇到的 就是所谓的空窗期 像去年 去年是2022年 然后呢 九月份的时候嘛 我儿子就去念大学了 然后呢 回到家里面 我是非常的难过的 很难过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不习惯了 我很开心 我曾经有一些另类思考 说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的孩子 到了该展示高飞独立的时候 然后他没有办法 他还是粘着你 其实这是不好的 不好的 对不对 但是当他真的做到了 就是你一直以来给他的很多的灌溉 培养 然后养分 然后他真的也是达到了那个目标的时候 然后你就看着他这样子 就是那个所谓的背影 就是龙英台的那个背影 我觉得每个人 你知道就是你就是光是那个画面 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呢 我就马上想到你 因为佩妮那个时候要送儿子去美国念大学 然后我就一直在问你 因为我有一天你就是觉得一不可思议 然后我即将要接近到了 然后我就有点想说看看你这边可不可以做一点调整 这样我好像也有一些可以赖皮 意思就是说反正天涯海角嘛 我就我就跟到底 但是后来来你讲讲看 就是你在他出国的前一年就知道这件事情即将发生 从申请嘛 对 你那时候的心情 其实我的孩子是从小就很像我跟我老公 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的小孩 很有逐渐的小孩 他不会听父母的 那可是做父母就会觉得说 因为前几年疫情很严重 就会觉得儿子你要不要留在台湾先考个大学 他们班导 他爸爸反正所有的朋友都劝他 说你先留在 因为这个疫情出去太严重了 那个时候真的前几年很严重 那后来他就说 妈我就是要出国 那我想好吧 那我们也开会 你学音乐将来能干嘛 国内妈说你学音乐 将来不过就是当一个吉他老师或什么 那他就一直说 为什么你们要诅咒我 我的兴趣 为什么你们不能让我发展 你们为什么 什么什么 他那我们就像美式教育做下话 他说好 那你自己去申请 妈妈英文A到Z都搞不清楚的 我说你自己去申请 自己去考托福 什么都自己来 他说好 他爸说我不准你找代板 这个钱我不出 都要自己去摸索 好 然后儿子就摸索 后来就就就就这MI啊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想说他爸就说那你就不用来了 嗯 因为飞一趟他在那边美国等小孩嘛 对 因为那个疫情真的很严重 那时候还要打几 寄疫苗 然后美国还要什么什么 很麻烦 然后还要隔离 后来我心想不行 因为他很少跟爸爸相处 爸爸很权威 到时候他什么真心话不敢讲 待会又打国际电话 妈 又怎么样 所以我想还是陪儿子一起飞吧 然后我们一到了 其实我也那时候几个月 半年多没看到我老公 因为那个时候回来要隔离 他回去又要再隔离 所以隔离来隔离去 公司不可能给你这个假 所以看到老公那时候 我们在机场见面的时候 他就哭了 我老公哭了 有 哭了 我们拥抱的时候 因为他也没看到儿子 就两个亲人来 然后锅碗瓢盆 老公只准在IKEA Costco买 然后不准搬家公司 我们租了一个车 绑在车顶上 然后手还要抓着 那个童军生 然后IKEA 买那个通通自己搬 然后我就说 Honey啊 你就找个搬家公司 他说不用 我小时候可以这样 我儿子也可以 他们两个就自己搬 我说我不能搬 我叫我回去以后 没有你们 我腰会闪到 他们就搬那个 弹簧床 然后我老公都不组装 就让我坐在那边 坐在地板上 我们一个空屋 老公就让儿子 自己看那个图 IKEA那个桌子 自己 也连榔头都没给他 只有一个螺丝起子 通常他们那个公司的 他有自己配备的 那个螺丝 对对对 儿子就自己组装 然后我就拍了很多 他们负责 他真的不会就叫 爸爸你帮我 然后我们就这样组装 成一个家 鞋柜 什么都是我们 全家人就一个月 然后等要走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 因为我都心里想说 不要想我们要分开 我就每天好好爱小孩 老公上班的时候 就带着儿子 在学校附近 好莱坞那边 巷弄哪边有什么什么 都陪着儿子 这个时候你们是一起 住在儿子要念书的 住的那个房子了 没有 我们是住在那个 W饭店 好莱坞那边 可是你帮儿子 把他要住的安顿好了 对 好 然后走的时候 我就说儿子 第一个抽屉里面 放筷子 什么 泡面在上面 锅子洗完 要怎么放 怎么放 我就一路讲 我儿子 巨蟹座 他也快掉眼泪 他忍住 因为他知道 我是很感性的人 后来我就写了一张 别人家子说 儿子 莫忘初衷 好好学习 妈妈爱你 我就画了一个心 这样就贴在那个墙壁上 因为儿子书桌 我就在那边摸 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哭了 然后我儿子看我哭 我儿子就在厕所里面哭 你知道 然后后来 我就说妈真的要走了 妈真的要走了 然后他 我们两个就在房间里面抱着 我说臭鞋子臭碗 你要喷啊 然后走的时候 到了电梯里面 他站在那边 我在这边 我们两个哭到气不成声 我儿子也哭到气不成声 然后他说妈不哭 不哭 不哭 然后我说好 不哭 已经哭一回了嘛 然后爸说 这有什么好哭的 没出息妈宝 我说你怎么这样骂儿子 后来到了机场 是我们两个 我打个招 有一次 我儿子也是类似这种 我先生说你是妈宝 我儿子说 对我就是妈宝 继续 我儿子不喜欢说妈宝 其实在台湾很多人 都觉得他是妈宝 其实不是 真的是我崔佩宇 太 就是 贝克宇非常独立的男孩 因为我小的时候 没有爸爸 没有一个幸福的家 所以我不希望 我的孩子没有爱 但不是我妈不爱 我妈要出去赚钱 我妈妈很伟大 妈妈的爱跟爸爸的爱 是每一个成长中 大家都两个都需要的 然后直到 我那时候都check 我都弄好了 我老公都帮我弄好了 以后 我要真的要 静观了 我那个 没有办法 因为我就是一个 会很感情很宣泄的人 我就抱着我儿子说 儿子啊 妈真的要走 不是你就看到那个画面 我抱 我老公也哭了 就他还跟我拍面 你知道你知道 后来 我就跟我老公 但是我对我老公 我没有抱着 我就只说 因为他 其实有的时候 在这一刻 其实看老公会不顺眼的 不是 就是觉得 对 因为你说 我不是不爱我老公 因为我觉得 他就是我们家的天 他会扛下 我就跟他讲说 这18年都是我 从小蝌蚪这样 一路怀孕 然后教导孩子 有礼貌 长高 身体好 然后什么品性各方 这都是我教 我说接下来18岁以后 他来美国 老公我就交给你 让他做一个独立的男人 然后你要训练他怎么生存 这个是交给你 他说没问题 交给我 我说好 儿子 跟爸爸学 爸爸是好样的 那我说谢谢老公 你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儿子 没有你 没有这个儿子 我说我老了 我妈也走了 我说 我现在知道 我为了你们两个男人 活 我会好好的 因为我3C 什么都不会 那个转机 ABC 贵宾厅在哪 我什么都看不懂 你知道 我就坐着那个手扶 就就上去 一路上去 那个泪水是四行 你知道吗 但是我没敢 让我儿子 老公看到 我跟你讲 所以我就觉得 你这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最佩服的 然后在费机上 一路哭 好残忍 我也一路哭 我哭到 我哭到就在想说 这实在是 我觉得世界上 最残忍的一个感觉 不是因为我们离不开儿子 而你知道 就是从这个接下来 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 我到了机场 回来台湾 自己拎 所有的行李 自己去 那个什么隔离 穿什么 对 15天 对 15天 我就追华丹初上 OK 看看调通都在做什么 对 然后每天 儿子打电话给我 妈妈 这大同电锅怎么做啊 怎么弄饭 怎么洗米 我就这样子 然后跟他 然后他一个朋友都没有 然后每天外面 都是游民什么什么的 他每天念到12点 然后第一天去 他从早上10点半排 在学校门口排 要删那个 以前进学校快删 他排到下午4点半 还没轮到他 没吃早餐 没吃午餐 也没上厕所 因为上厕所要再重排 他们MI的学生几万个 然后他就这样背着吉他 他也不敢坐在地上 他嫌地上脏 其他同学可能坐在地上 玩普克牌啊 他一个朋友都没有 他就很老实 然后那一天课全部没上 我说那你怎么办 他说他旁边有印度人 有日本人 有什么都是 连国 对 然后他完全陌生 然后肚子好饿好饿 他就吃白饭 然后煎个荷包蛋 心痛哦 对 然后也就这样 慢慢放手了 他说自己搬家 可是男生也就是靠这一段 后来 对 你不要说他 我也开始习惯 就是那时候刚好我回来是过年 对 这个才是我 哦 生日 所以你知道你知道 你让我惊讶到下巴掉了 不知道进了手术室多少遍 因为 还有一个人过年 然后你去看妈妈 然后我们 就是我们会有记住嘛 对啊 对 那以前都老公拿兰花 儿子拿精子 还有妈妈喜欢的湖南腊肉 什么什么的 就我一个人就带着小狗 就上金宝山 就推了一趟 再一趟 再一趟 然后那天又下雨很冷 我就好想念我儿子跟老公 然后我就说 妈你要给我力量 你要在天上保佑我 然后回家以后呢 因为我赶妈他们 有叫我去他们家吃饭 对 可是我怕我有病毒 因为老人家 所以我不想麻烦人家 还有其他艺人也都叫我去 他们家 然后我想说 人家家里都有老人 我就自己在家 对 我其实送儿子那一段 我也是哭到不行 真的 我也有 也有嘛 有 我有啊 对啊 对 OK 我们刚刚说到哪里呢 我们说到了 就是佩儀自己到了机场 然后呢 她跟儿子拜拜 然后跟老公 对不对 就把两个男人放在美国 然后你就回来了 然后这一段时间 还要隔离 隔离结束要过年 过年一个人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 我觉得哇 我想说你无比强大 其实没有 那时候我都是负面的 因为会觉得 我干嘛要结婚 怎么我好像一个竹篮子 这样一捞 然后那个水通通流 到时候现在 老公也不在 儿子也不在 就是一切 我也老了 一切又回到原点 原点 对 就跟我单身一模一样 没错 然后都是负面的 后来我发觉 不行 不能这样 我这样子的话 他们 我万一得忧郁症 我万一要怎么样的话 我儿子书也别读了 我老公班也别上了 我不能这样 后来就开始联络 我小学同学啊 国中同学啊 然后谁约我 我都OK 都OK 这样 就是以前都是 不行 我今天小孩学什么 我不能跟你参加 我等一下又不行 都是把假期都给了家人 可是现在就是 你要再去找到 跟你聊得来的朋友 磁场一样的 其实不容易 后来 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很好 就是我都有很多 正面的朋友约我 约我就出去 约我就出去 对 就交了很多好朋友 后来慢慢 我就学会要爱自己 活在当下 像以前啊 我儿子在的时候 我都把最好的 比方鸡腿啊 白斩鸡 都是给他先吃 可是这次回来 我就假我自己 最喜欢吃 我不再给他 因为什么 我觉得他大了 我不应该 再把最好的给他 我应该好好爱自己 对 你应该把注意 转回自己身上 对 因为我要爱自己 然后 我如果活得很精彩 我的老公跟小孩 都会觉得很开心 对 我在做妈妈的这条路上 我回 就是刚刚佩儀讲的 你知道就是小孩子 他出生以后嘛 就是我们都是伸手妈妈 什么都不会了 然后可是慢慢慢慢就学会了 可是学会的概念就是 孩子其实 我在想说 是我们融入了孩子的生活 还是孩子完全是被我们 所谓的爱包围的 对包围嘛 那就是完全形影不离 对 然后呢 我们这样子生活18年 嗯 那在这个18年当中 不知不觉 我们虽然觉得 我们自己好像没有怎么改变 那孩子就从一点点大 然后突然变了就是一个 大学以后又是一个 独当一面的概念啊 对 然后我们呢 曾经就是经常拒绝朋友 对不起啊 你远不行 我孩子这个时间 我去接他 哦怎么样 就是完全是环绕在孩子的schedule 他的这个行程当中 对 然后有一天呢 他不需要你再这么做了 然后重点是 有的妈妈其实真的就 不知道该怎么办 像比方来讲啊 我觉得我也很lucky 就是我也有一个工作可以去做 对 好那像佩儀对不对 你还是在戏剧当中 然后恭喜 听说接下来有几个新的戏 对 嘿嘿嘿 对啊 前一阵子才过年的时候 才接了一个女总统的角色 总统好 真的 好期待哦 对 就是觉得哇 好棒哦 女总统 对 现在的潮流就是女总统 没有 加油加油 然后又接了一个是 爱慕虚荣的 爱钱的妈妈 这个好演 这个是我家庭教授 这个好演是不是 然后 康头都拿出来了 还有在演医生娘 哇真好耶 对贤妻良母 就都不同的 然后我现在能够诠释的更好 其实我觉得我会变成这样 我很感谢我去年六月 我去给儿子过十八岁生日的时候 我还怕他当小孩 觉得他会跟我一起住 因为他现在住在学校对面 对 然后爸爸睡沙发 我就跟他挤一张床 他就说 妈妈 爸爸 你们不要一直 这样黏着我 所有的同学都笑我 嗯 就是 没有人来跟儿子住的 对 我们说 嗯 不会吧 他说真的 我的同学没有一个人 没有 然后你们一直打电话来给我 同学说又是你妈 又是你爸 然后他说 拜托拜托 我长大你们不要这样子 然后我儿子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跟我讲 妈妈 你不要一天到晚围绕着我跟爸爸 你的人生可不可以为你自己而活 有道理 我眼泪 什么有道理 我那时候眼泪 就流下去说 你大了 翅膀硬了 不要我 他说妈 我不是不要你 我很爱你 可是你真的不应该 围绕着我几点回家 我今天得这个病没有 我吃饱了 他说妈 我大了 你可不可以好好去拍戏 或者 我说我老了 他说妈妈你一点都不老 我说我觉得我 我现在不缺钱 我干嘛要出来拍戏 他说妈妈你可以 你以前小的时候都说 你为了我放弃演戏 你知道那时候我的压力有多大 我说 蛤 我说 我说你现在可以做你自己 对 你约朋友去哪里玩 你又不是没有经济能力 你为什么要一直focus在我跟爸爸身上 我们这样很累 他真的这样跟你讲 很真实 可是后来我就出去了 我看到我老公睡在上 我说老公 我对不起你 他说发生什么事 我说自从生了儿子以后 我眼里没有你 我说你才是我老的依靠 我说我对不起你 我说我以为爱儿子就是爱你 就是爱这个家 我把孩子顾好 就是对你的爱交代 我说可是我冷落了你 我对不起你 我就哭到你伤心 你知道我老公就说不哭不哭 你不要哭 我带你出去玩 我们两个 我带着你 我说谢谢老公 我就抱着他 我说你不要丢掉我 儿子不要我 一副不敬前贤的感觉 不是就 我原谅你了 不敬前贤的 也不是就心里的话 你要说出来 很多老婆其实当妈妈以后 就是忘记老公 对 是完全冷落啊 这是错的 这也是很多男生的借口 他就会觉得说 对啊我老婆都不爱我了 也是有爸爸会 他们会觉得 他们在这个家不重要了 就是妈妈眼里 今天小孩子 我们去溜滑梯 今天我们去迪士尼 反正就围绕都是孩子 没错 然后等到18年以后 你要回到他身边 就重新来啊 重新认识吗 对啊 现在的他跟想当年的 他有没有不一样 只有是黑发 黑发变白发 其他我觉得没什么变 然后两个就是老了 相依为一命啊 对啊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点 我自己当时的 就是我第一次 等于就送儿子去宿舍了嘛 那我的想法是 我在周围待一待 因为我怕他一个人孤单 对 可是他很快就融入了 然后那天我自己回到饭店 然后呢 我就大哭 因为其实他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哭是好的 所以其实如果妈妈 对 所以如果妈妈跟小孩子 要分开的时候 我觉得哭是好的 但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坚强面对 是的 要坚强 进广告 可是对 我们待会儿来鼓励大家 在孩子还没有出门以前 小孩子还没有离开家以前 其实就应该要把自己准备起来了 很难喔 可是没有啊 可是还是 就算你其实就算跟贝克宇 就是他跟你心意不离 但是他你还是会 可是我们现在心还是在一起 那当然 心是不会分开 可是就是说你 你还是有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还是有上通告 你还是接戏 不要跟社会脱节 不可以 因为他跟我差快四十岁 年轻人的想法 跟我们这一代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如果你有接触外面 你会不断的这样 原来现在世代是这样 对啊 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 因为母亲节快到了 伟大的母亲 是的 嘿嘿嘿 对啊 母亲节快到了 真的耶 母亲节快到了 对啊 是那些谁跟我讲我才突然想起来 我说对啊母亲节 你儿子也 他也没有叫你 跟他一起 他没有 其实我儿子是另外一种 可是讲了我哭得更惨 好惨 那次 那个时候我要 我要回来 然后呢 等于是我帮他安顿好了 那他就住宿舍了 就是你刚刚讲的嘛 因为男孩子就觉得 因为他也还有roommate 然后我就 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回饭店来跟我住 他说不要 我说好 他就住学校 然后我就住饭店 然后就是 可是吃完晚饭 就是乌乌黑的 然后自己就是在那个大学城 然后自己开会饭店嘛 可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 这样子住过饭店啊 然后上一次这样子住 可能是单身的时候嘛 对 然后呢 就回到原点 就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了以后 我回到饭店 我就觉得 很难过 因为 因为原来就是 就是饭店就等于说 有一张床是空的嘛 一张过的 对对 然后我没有办法 我就跑到一楼 一楼我就跟我姐姐 跟我弟弟Facetime 然后呢 他们就陪我聊天 然后因为他们的小孩 比我的大 然后接下来呢 我有喝酒了 喝一喝 我觉得好吧 会困 那我就回去睡觉 然后等到我要离开的 那一天的时候啊 儿子也过了 儿子很贴心 他有了 他跟我 我们也是感情非常好 然后他就很贴心的跟我说 我带你去喝咖啡 好棒哦 他说我带你喝咖啡 我就说可是妈妈的行李 因为我已经check out了嘛 饭店 然后我要去 因为洛杉矶你知道 那个机场很远 那我开车 还在洛杉矶啊 还在洛杉矶 对 我就说那妈妈需要 行李不能 因为车厢 因为我们住的车 车厢里放不了 因为我三个行李啦 所以我只能放两个 有一个放后座 我说那这样太危险了 放后座 他说没关系 他就帮我推着行李 去喝咖啡 带我在他的校园里 带我去喝咖啡 然后呢 我就看到他 他就大了 因为他以前反正都是我们照顾 然后我就看到他就大 他这样推着行李 他坐下来 他就帮我点咖啡 然后他就问我一句话 他说 妈妈 你会每一天想我吗 我就这样看着他 我还没有回答 他说 因为我会每一天 每一分钟都很想你 是不是哭死了 我眼睛泪流满面 哎呀 有没有 你儿子是什么星座 木羊 哎呀天哪 我们两个女生哭到哪里了 我们说到哪里了 刚刚在休息的时候 我就跟佩怡分享了 就是我儿子那个时候 你不要这样子啊 我觉得其实 因为母亲节快到了 然后我觉得这一生当中 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能够升格做妈妈 应该也是 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然后呢 18岁的男生啦 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女孩 可是因为今天我们两个 正好因为都是一个人一个儿子 所以今天比较着重在男生的身上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儿子 他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他就跟我讲说他 就是我刚刚跟佩怡讲嘛 他那一天我要离开他的学校了 我要自己去坐飞机 然后因为美国都租车 但是我有一个行李是放在后座 我说我跟你讲 行李放后座其实蛮危险的 他就说我帮你推 你知道其实在家里面的时候 其实这些孩子都是被照顾得很好 他怎么可能说在校园里头推一个皮箱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推 好 然后他就带我去他们学校的一个咖啡厅 然后他就帮我找一个位置叫我坐下 可是你知道我就看那个周围的环境 好像还记忆犹新就是自己念大学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说你看这些年轻人 然后他跑去帮我点咖啡 他也知道我要喝什么 他就点了以后他就回来 回来以后他跟我讲 他说 他说妈妈你看我们学校的环境很好 然后听起来感觉好像他在安慰我 因为他知道我不放心 我说呀很棒很棒 他就说妈妈你会想我吗 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他 因为其实咖啡厅我们习惯都是跟 压一自己情绪 对 然后他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会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很想你 我跟你讲 我整个人就 泪泡 然后 然后呢 然后可是你还是 因为大家挺广众之下嘛 然后呢 可是时间终于到了 就是我必须上车了 我要飞了 我要走了 然后呢 他就站在停车场看着我 他想站在 因为我们没有机场的那一段 他就想在停车场看着我 那我就上车 我说你先回房间 他说 那我要站在这里看你开走 你知道 那个时候 我就想 就他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一个那么热闹的学校 那一天那一刻就是没人 你知道吗 就他一个人站 我就看到他独自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 我就把车子要开走的时候 他还很大声说 我不会哭哦 然后就这样子擦眼泪 我想说 你这个从哪里学来的 可是他就跟我讲 然后他就这样 然后他就假装就很镇定 因为之前我们有给他很多鼓励 然后跟他讲说 你一定可以的 你很棒 然后后来的结论就是 我开车开一点点 我就停下来 我就下车 然后呢 我就快点拨电话 因为那个时候 唯一可以打电话的是 我有亲戚在纽约 然后呢 是他 是一个长辈 我就说 快 你帮我陪儿子聊天 然后呢 你好贴心 又只能这样 因为我开不走 然后呢 儿子就 我就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拨给那个长辈 然后那个长辈一听就说 哎呀快点电话给我 然后就跟他哈拉 然后 我就趁这个时候 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我就快点上车 然后就从那个 后照镜 就看到他一个人 站在那里面讲电话 然后就是擦眼泪 然后就 是你开车吗 自己开 我一个人呢 那哭得稀里花啦 那个怎么开车 对呀 可是就开啊 就开慢一点就好了 我儿子这一次也是走 我也是等他进去 看了X光都看不到 我一直狂哭 然后妹妹就 我们家那个狗狗 就看我为什么一直哭 哭到口罩都湿了 你知道吗 然后晚上深更半夜 12点我走到那个停车场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开车 因为整个眼 因为可是哭出来是舒服的 对要哭出来 OK 可是在这边 今天最后这一段时间 我们刚刚讲了 妈妈们 其实我们跟小孩子的一个这种 看他们展翅高飞 我们是开心的 但是我们是不舍得的 怎么样能够降低这个不舍得 其实各位妈妈们 其实在你的孩子成长过程中 你先 你要确定知道 不要放弃你自己原来喜欢的事物 或者是说 像比方来讲 我觉得佩姨都一直有在 做一些还是演艺的工作 对不对 还是让自己忙碌一点点 然后呢 我自己也觉得也很庆幸 就是因为我儿子曾经在 不自觉当中发现 原来以前我是做节目的人 他就跟我说 妈 原来你有名哦 然后他是用英文 他说you're famous 然后我觉得是 我觉得一个能够 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妈妈 不是在照顾孩子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孩子是乐见其成的 对 所以当我们真的看到孩子长大的时候 我们应该为他高兴 然后也是要去强壮自己的内心 对 然后我觉得佩姨这一点 就做的真的 你是我要学习的对象 真的很棒啊 然后母亲节快到了 对 真的 全天下伟大的母亲 其实大家对儿女 对家庭的牺牲奉献 真的很伟大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真的要好好爱自己 是的 OK 不管你今天呢 是不是已经空巢的妈妈 或者即将会空巢 还是说你的小孩现在正在让你烦到不行 然后你在做饭 就觉得说你们给我安静一点 不论是哪一种 其实都很不容易 对 但是呢走到有一个阶段 你都会回首 都会觉得一切都其实相当值得 都要放手 对要放手 然后我觉得也超级值得 OK 然后现在的时间呢 是六点五十七分零二秒了 那在这边呢 我要小小的利用一点点时间 就是感谢伟中哥 让我能够来为他代班三天 非常快乐 我觉得做广播我也很快乐 对 对 然后可以说说话 跟好朋友Girls Talk 对 对 大家今天还带着鼻涕 分享啊 分享 然后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三位来宾 佩依在这边 谢谢你今天来这边聊天 我也很感谢上你节目啊 谢谢 感激不尽 然后还有就是我昨天的夏绿蒂 还有前天的黄小柔 伟中哥 Men's Talk比较多 然后过去这三天 都是Girls Talk Women Talk 所以也很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然后呢看到我们的YouTube的数字 也很很棒 我就觉得也很感动 谢谢大家没有忘记高一萍 谢谢喜欢我的人 然后最后的这一点点的时间 来佩依对于今天上节目有没有心得 还有母亲节 要不要祝福大家一下 对啊 真的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啊 没有你们牺牲奉献 就没有一个温暖的家 我们从一个温暖的家开始做起 然后到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学会放下 对任何事情都要放下 然后学会好好的爱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谁都没有办法依赖某个人一辈子 自己要独立 是 自己要独立 然后就是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角色蔓延了 对 学习 是的 好的 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咯 我们今天有准备歌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好的 谢谢 然后在这边要谢谢唐唐 知心知作 感激不尽 开心认识你 OK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咯 谢谢 下个星期 伟宗哥会回到现场 我说到哪里了 下次再见啦